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的咖啡沖煮攻略 今天跟大家聊一個掛耳包的議題 因為掛耳包是很多人在可能忙碌的上班時間 或是不方便使用手沖的時候 可以使用的一個很便利的器材 而且說實在 如果你掛耳包挑選的好的話 其實它的沖煮品質已經算是比較接近手沖的 那也比較符合精品咖啡要求的風味等等 所以今天學長要跟大家聊一聊掛耳包的一些沖煮法 以及購買建議 首先在掛耳包的購買部分 學長還是建議大家有三個原則 如果這三個原則都能夠遵守的話 相信你還是可以買到不錯品質的掛耳包 第一點就是我們盡量買精品咖啡小店 所做出來的掛耳包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喝掛耳包的目的也不光是為了提神 而是為了喝到更多的風味 包括產區的風味還有各個小店的烘焙特色 因此建議大家如果可以的話 選擇一些獨立小店的掛耳包去購買 其實台灣獨立小店是非常有競爭力 而且非常有趣的 你可以喝到各家的不同的烘焙的成果 以及他們挑選豆子的一些自己的選擇 你的選擇多樣性會非常的多 會比你買一些大牌子 老師同樣的味道來說 會更多更好玩更有趣 而且這也比較符合精品咖啡的精神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是建議你在購買的時候 盡量選擇有充蛋或者是有脫氧劑的掛耳包 什麼叫充蛋跟脫氧劑呢 那掛耳包的外包裝裡面 如果你有充蛋的話就充蛋器 它可以延長掛耳包的壽命 讓你的咖啡粉更新鮮 第二部分是脫氧劑 脫氧劑就有點像是我們平常在吃零食 裡面可能一小片 像是扁扁的那個叫脫氧劑 脫氧劑也可以減少 掛耳包裡面的咖啡粉的新鮮度被消耗掉 可以增加咖啡粉的壽命 所以有充蛋跟脫氧劑的掛耳包 通常它可以維持比較長的咖啡粉壽命 那就可以維持你掛耳包的好喝程度了 那第三點是建議大家不要買過量的掛耳包 那什麼叫過量呢 原則上需要還是建議大家 一個月之內能夠喝完最多到兩個月內的量就好了 你不要買可能半年以上的量 或者說有買一送一你就瘋狂補貨 其實這都是沒有意義的 為什麼呢 因為咖啡豆的價值在於它的風味 而不是它在於它的粉量或是份量 那而風味是隨著時間一直不斷的消失 等於說每過一天呢 你的你花的錢其實是不斷的在損失的 就打到水裡面就沒有了齁 所以實際上你買太多的掛耳包 放到後面的不好喝了 那你不就是等於是白花錢了嗎 所以建議大家還是可以買一到兩個月內的掛耳包 雖然剛才說有脫氧劑或是充蛋的掛耳包 實際上是可以增加壽命的 但是呢其實實際上在包裝上面呢 脫氧劑也有可能會有封口上面不密封的問題 所以呢為了確保大家的新鮮上的品質 所以還是建議不要買太過多的量齁 譬如說學長最建議的方法就是 你可以去你喜歡的精品咖啡小店 一次購買可能兩個禮拜 可能是10包15包的量 然後這樣子來採購呢 通常你的品質跟多樣性是最佳的 會花同樣的錢 你可以喝到更好更新鮮 而且更多樣性的豆子 OK好以上三點呢 就是學長建議的掛耳包採購的一些標準 那接下來我們來進行掛耳包的充足 好那我們就把掛耳包撕開以後呢 稍微抖一抖 讓粉塵都落下以後呢 然後把它撐好 掛到你的容器裡面 然後盡量讓你的粉塵是平均的 那如果你的掛耳包是10到12克的話呢 你待會可以總目標可以充 大約150到170 如果是低於10克的話呢 你可能就充130 140就好了 那我們今天是用比較多的粉量是12克 所以我們總目標是充170cc OK好 那我們剛開始怎麼做呢 我們剛開始要做悶蒸 那粉量很少大概10幾克而已 所以我們大概用20克的粉 做悶蒸就可以了 好 時間可以不用看 就直接 好悶蒸 好給大約20克 大概繞一下就可以 20克 好 然後等待約20秒30秒都沒關係 這段你就可以簡單的摔一下就好了 不用太緊張 因為掛耳包嘛 畢竟它的粉面 不像一般的手沖那麼的 那麼能夠膨脹 所以不膨脹也是很正常的 但是沒關係 你就大概數30秒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分三段 每一段給50cc的水 第一段小水 第二段中水 第三段大水 只要記住這個頻率就可以 小水中水大水 每一段都是50cc 那如果掛耳包的克數比較少 就是只有10克 你可以三段是40 40 OK 好我們這次先給第一段 先給50cc 好第一段給50cc的時候 我們給中心點 好中心點 然後水小小的就好了 第一段是小水 所以呢只給中心點 然後給小小的水 然後也不用太care了 反正就是比較偏小的水就可以了 然後給在中心點 給50cc OK好 50cc到了 你就讓它流乾 然後第二段給水呢 我們水稍微大一點點 讓它有點醃起來 有點醃起來 然後你要不要繞圈圈呢 你可以繞就 微微繞就可以了 好 好留完了第二段也是50cc 水稍微大一點點 中水 好 中水稍微繞一下 50cc可以看到 我的粉塵整個會醃上來 對不對 很好 就是這樣 好第二段 好 這時候呢 你的掛耳包就會有一點點浸泡的效果 它流出來是很快的 第二段做中水 第三段呢 我們做大水 大水的程度是什麼呢 會讓它翻攪這麼大的水 所以一口氣把你的水給下去 好 那你藉由這三段 前面小 中間中 後面大的三段水 就可以做出不同的層次 好第三段 流乾了的時候 給大水喔 記住水要很大 好就直接給下去 給 讓它翻 翻攪 好 OK 翻攪完以後 它會 粉塵會做翻攪 翻攪的過程呢 就可以讓你的風味 做到比較厚段的味道 就可以做出比較有層次的掛耳包 就是分成前中後 那如果你的粉量比較少呢 你就變成40 就加起來呢 是140cc 如果你是粉量比較大的 比如說12克13克的大掛耳的話 就可以20悶蒸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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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三段 OK 好這樣就完成了 只要這樣做呢 你的掛耳包呢 也可以有比較好的風味喔 然後水溫 盡量拉高一點點 如果你的音隧機可以讓它 重新沸騰以後呢 再倒到手沖壺的話 效果會更好 好 那我們第一段 用手沖壺掛 做的掛耳包呢 就完成 好 那示範完了第一種 有手沖壺的情況之下的掛耳包 我們先來示範第二種 就是你手上沒有任何的器材 你可能只有飲水機 但是你總是有杯子的時候 這種掛耳包怎麼做 那先 你可以先去找一個湯匙 或者是 如果你有攪拌棒當然是最好 但是你至少可能有個湯匙 鐵湯匙 木湯匙隨便都可以 只要你能夠 放進去你的杯子裡面 可以攪拌就可以了 有一個湯匙 能夠增加你的萃取率的 好 那我們今天就用這個木湯匙來做示範 好 然後接下來要準備兩個杯子 一個是 一個是 攪拌的時候用的杯子 另外一個是你要喝的時候的杯子 反正隨便都可以 如果有嘴當然是最好 你倒起來很簡單 但是實際上 這都不是必要條件 好我們準備開始示範了 好我們要先把 掛耳包撕開 一樣的 然後呢 把你的所有的粉呢 跟掛耳包分開 OK先抖一抖 然後這個 我們用來做攪拌的容器 然後這個我們來放掛耳包 剛開始先把你的粉 全部 倒進這個容器裡面 好 好 倒乾淨 然後呢 把掛耳包 掛在你的 待會要喝的容器上 OK 先 掛好 待會我們要用這個東西 用這個掛耳包來過濾 然後接下來就給水 給水 給水給到什麼程度呢 剛才說150到170 對不對 你就 如果你的杯子有涼杯 是有 磕度是最好 如果沒有的話 就目測也沒關係 好 你就給150到170 OK 我們開始給水 你如果沒有手中壺 就用熱水壺 或者是你用辦公室的飲水機 都是可以的 好 就給水 就隨便給 給到150到170 好 我們先給150 好 150cc 好 然後就拿你的 湯匙攪拌30秒 就輕輕攪就可以了 輕輕攪就可以了 好 好 就連續攪30秒 好 然後這個攪拌的時間 那我跟大家講 其實你們是可以 實驗一下的 為什麼呢 因為每一家做掛耳包的 的研磨度呢 不太一樣 有些磨得比較細的情況之下 你就可以減少一下 你的攪拌的時間 可以變成20秒 或是15秒 那有些 咖啡店呢 它的研磨度會比較粗一點 你就可以變成30秒40秒 都可以 那這部分呢 其實也沒有標準答案 主要就是看你買哪一家的 的豆子 但原則上呢 就是以30秒 增加減少 就可以了 那就這樣攪拌 也沒什麼技巧 就是想辦法讓咖啡跟水呢 能夠充分的溶解出來 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個人是覺得 30秒的秒數是不錯 一般灌耳包 它的研磨度都不會太細 那如果你喝起來 覺得有苦澀味 你可以減少一點點 那學長這個部分 沒辦法 給你標準答案 因為每一家研磨度都不太一樣 好 時間差不多了 好 那30秒過了以後呢 你可以再放一下 再放個20秒鐘 好 這個攪拌棒已經結束了 然後再放個20秒鐘 好 20秒鐘目的是為了什麼呢 是為了讓你的風味呢 再增加一點層次感 因為你攪拌的時候 它的萃取率是比較快的 那你在靜候20秒鐘呢 它會再釋放一點點 比較清淡的 厚半段的風味 你這樣呢 就可以做出比較有層次感的風味 光講 就是 層次會不會有那麼顯著 所以稍微在靜候20秒鐘 就可以了 然後呢 完成以後呢 你就一口氣把它倒出來 利用你原本的瓜耳包的這個 內袋呢 進行過濾的工作就完成了 其實非常的簡單 好 好 那我們時間差不多了 那接下來就是 把你這個 直接倒到你的瓜耳包裡面 一口氣倒沒關係 那你的瓜耳包應該是可以 剛剛好容納所有的 CC數的 好 那等它流完 然後剛剛的這個攪拌的 容器呢 就是這時候剛好可以拿來 承接你的瓜耳包 好 等它流完後 快樂快樂 好 流的時間大概也就是20秒鐘 到30秒鐘左右 所以你不用擔心 它的整體充足時間 會過多或過少 其實這個數據是蠻好的 就是30秒鐘的攪拌 然後今後20秒鐘 然後再把它倒出來 那你可以稍微做調整 稍微苦的話呢 你就把 攪拌的時間呢 稍微縮短一點 好 差不多了 好 我們再最後一點點 把它流完 好 好 剩下一點點 剩下5CC 好 我們把它剪下來 過濾了 好 那這樣子就完成了你的 攪拌法的 灌籃包沖煮 這種沖煮法的好處是什麼 跟大家講 就是 如果你第一次沖煮 你覺得 風味上面稍微輕淡一點 可以攪的時間再長一點點 如果覺得稍微濃了一點點 或是有點苦味的話 可以減少一點點 那同一家咖啡店的 它的研磨度基本上都是一樣的 所以呢 你就可以利用這個數據呢 第一次 譬如30秒覺得不好 變成40秒 可能第一次你覺得30秒不好 可能變成40秒 或者變成20秒 你下一次呢 就不用重複實驗了 你可能只要需要一到兩包 你就可以確認 你大概攪拌的時間多少 就不用擔心 你使用手中壺的時候 又 呃 數據不標準 或是你給水又忽大忽小的問題 可以讓你的數據更標準 然後可以做出同樣品質 而且好喝的掛耳包 好 我們第二個沖煮手法就介紹到這邊 示範完了兩種手法 一種是 你有手沖壺的時候的手法 第二種手法是 你完全沒有器材的手法 其實兩種手法呢 都可以讓你的掛耳包 喝起來更好喝 即使是掛耳包 我們稍微有一點點 在時間上 或是在手法上面 稍微用心一點點 你就可以讓你的風味變得更好 包括剛剛學長 聽說給大家的三種採購標準 符合這三種標準 加上兩種手法 混合在一起 你的掛耳包 品質也可以變得非常的好 好 現在還是鼓勵大家 如果可以的話 當然是手創最好 但如果你工作很忙碌的話 掛耳包也是很不錯的 享受精品咖啡 其實有很多種講究 但是有很多種可以科學 而好喝的方法 而且簡單 OK好 那我們今天的開副重組攻略 就到此為止囉 希望大家都能夠試試看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